又是Howard了 這邊時間來了 還是要到進局裡面 才能發揮他的威力 這邊又空了 連續的兩罐 曾文廷來守他一對一 是有一點點難度 這邊被推開了 籃下又空了 選擇自己來 Howard打排球 回到一分差的比賽 盧建敏一個轉身 球剛好給到了Howard 到了籃下去 裁判想上 這邊 裁判趕快把兩個人分開 裁判這邊第一時間 應該是吹了犯規 我們再來回顧一下 剛剛艾夫伯的三分球 因為他認為卡斯的手肘 去打到了Howard的臉上 所以Howard非常的不滿意 直接推了卡斯一把 這個動作後續 可能也會被追加 這邊直接吹了一個技術犯規 主要Howard這邊 因為他面對的是 今天的主裁判余榮先生 好棒喔 我們再來看一下 因為後續這個動作 卡斯真的是 手肘有動過去 換個角度再來看一下 但後續推的這個動作 當然也就被吹了 你看 左手的手肘 有沒有 怎麼樣 往他頭上打 所以卡斯也要被判 變成違反運動精神的犯規 然後因為 有這樣的一個推節動作 我們看到Howard 這邊也直接 也被吹了一個技術犯規 又是Howard 這邊直接來了 還是要到進取裡面 才能發揮他的威力 所以我說他接球一定要靠近進去 而且是直接往籃關 就是秦蘭拉過來 三分球 這邊跌倒沒事 然後拿到籃板球之後 Howard 自己帶過半場 找來復活 Howard這邊又空了 連續的兩段 卡斯一下去 是 Howard就 在裡面了 狠行了 好 但這邊 林維浩馬上回一顆三分球 再把領先給要回來 25比23 要曾溫婷來守他一對一 是有一點點難度 這邊被推高 籃下又空了 好 這罐罐罐連三罐 張林維浩看了一下 最後選擇自己來 Howard打排球 直接被刪出去 進攻時間剩下0.1秒 第一節比賽時間剩下6.6秒 這邊宋大禮啊 想要挑戰 Dwight Howard 快去一向 好 是 古竟然 想要 廃下 開玩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